我干 兄弟们 我这里面是这样的 我咬了一口 兄弟们 大家都知道 之前我们拍过 那个华莱士的喷射套餐大评测 我跟简直是两个人吃的 同样的套餐 分别两家不同的店 挑战吃了一天 结果的话 是我没喷 然后他喷了 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试 就是说 华莱士吃了那种喷射套餐的话 很容易喷射 然后还有另外一家 就是塔斯厅 他们说里面也有喷射套餐 而且的话 效果就不比华莱士的差 会喷的主要就是说 紫甘蓝还有土豆 用的都是那种发霉不新鲜的原材料 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 再加上就是你吃完饱 然后再吃薯条 再喝可乐 这个效果一加上 喷射概率达到80%以上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实际再来测试一波 这次还是一样 两家店买同样的套餐 并且我们两个人一起吃同样的东西 我们挑战吃一天 看看会不会跟华莱士一样 就是会有那种喷射的情况 如果说是都会有 那就证明这个东西是真的 如果说都不会有 那就证明可能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然后如果说一个有一个没有 那可能就是他店铺问题 然后再加上体质的问题 对吧 目前的话呢 是中午的11点多 我们正好是早上吃了一碗半粉 两个都是一样的 中午的话呢 我们就吃这个 套餐的话呢 是一样的 可乐 然后再加上一个汉堡 这个汉堡呢 是香辣鸡腿宝 然后这里面是加的紫甘蓝的啊 加了紫甘蓝还加了生菜 之前啊 吃那个华莱士的时候啊 把剪辑师都快喷嘞 怪不得你把我叫过来是吧 没有啊 我今天就跟鱼子说了一下啊 鱼子说他肠胃好得很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就两个挑战一下 好吧 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啊 先看一下东西好吧 这个呢 是两家不同的店买来的同样的套餐 一杯可乐 一个香辣宝啊 你这个也是一样的 扒开来看一下 对就是这个兄弟们 紫色的啊 就是紫甘蓝 你这个很少 你这个紫甘蓝 它底下有那个生菜 其实我说实话 有很多人都说 吃了容易喷的 就是它这个生菜啊 肉眼看的话呢 感觉有点稍微泛黄 尤其是那一片啊 对对对对 这个是明显拍的也黄啊 我这个紫甘蓝就稍微少那么一点 这另外一家店的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啊 你看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就稍微黄那么一点点啊 那不是黄了一点点 从品项上面来看啊 我就感觉 我这份概率大那么一点点 你那个就差那么一点意思 我这个那个什么紫什么东西多耶 紫甘蓝说 那这样说呢 咱们同一起保险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可乐啊 那这个可乐呢 它是每一杯里面都会加一片柠檬 你那个应该也是一样的 我说柠檬怎么跟你不一样啊兄弟 啊你这个是嚼嚼的 我点嚼料啊兄弟 所以说两家店 这不一样你知道吧 价格的话呢 其实也有差别 我这个花了10块09毛 你这个是12块9 为什么 那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呢 人家店的那个东西 但是东西是一样的啊 男生干个可乐吧 干个可乐啊 放心我肠外好得很 兄弟们 我其实也还可以啊 上次吃华莱士咱们都找不住了 但是我们后面发现就是 华莱士呢 我是吃了直营店的 然后他吃的那个是加盟店 所以说他喷了 我没喷 不知道是不是玄学 对吧 然后今天的话呢 这个塔斯丁好像都是加盟店啊 就直接来 干嘛那又玄学吃了 怎么那么邪乎 来吧 哇 吃了 比华莎士好吃到爆 兄弟 入口的话偏甜了 华莱士甜了 华莱士应该没有这么甜 你要看这个沙拉酱点多少 好好吃 好好吃 好 那多吃一点 晚上还有一顿 我个人觉得啊 就在你极度饥饿的时候 你别说他会喷了 就是他吃完上中下馅 我感觉都是香的 就不要说这一份闻的都是香 吃的也好吃的这个东西了 可以吃我 赶紧吃嘛 我都快吃完了都 其实他这个面皮 跟那个汉堡杯是不太一样的 他这里面那个肉啊 爆汁你知道 爆那种油水出来 它有点像那个鸡腿上的 你那块肉是不是没熟啊 你是不是有点偏红啊 这个 这个地方 爆汁啊 爆肉油水出来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 咱们不要有心理作用 知道吧 好 我要去吃完啊 晚上的话就来个更横一点的 好吧 就是那个沙拉酱 看到没有 吃完汉堡 来一口可乐 测试什么 怎么拿身体拿生命 然后试这个水 怎么叫拿身体拿生命 人家是正规营业 测试一下 对 我们只是真实测试一下 所以不管有没有事 也都希望各位能够帮忙 点赞支持一波 干了就不多 我都没了 我还干了去 那该点给你啊 点点给我就不公平了 我都没了啊 中午这顿呢 咱们就结束啊 兄弟们稍微休息一下吧 静等晚上那一顿啊 好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一点啊 就是说实话 中午吃的那个 我个人觉得 没吃怎么饱了 你知道吧 就是当时可能是被那个可乐给撑饱的 所以导致迫不及待啊 就赶紧进入下一餐 好吧 那同样呢 这个套餐呢 我们还是在中午不同的两家店点的啊 但是这个套餐跟中午的不一样啊 那晚上的套餐的话呢 我们多加了一点东西啊 首先一杯可乐 然后加上一个饱 一个薯条 他们叫做粗鼠啊 还有一个香辣鸡腿 网友说的呢 喷射的是藤椒宝加粗鼠加鸡腿 然后它这边的东西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没有任何区别 密集恐惧症啊 这个套餐的话呢 比中午要稍微贵一点啊 32块钱左右一个人啊 那中午的宝跟晚上的宝不一样 中午的是香辣鸡腿宝 晚上的话呢 是藤椒鸡腿宝 来看一下 这个子甘蓝多 你看到晚上就不一样 藤椒的晚上就一样 写的晚上呢 放了一天是不是 我这个还稍微厚 目前从中午到晚上 我们都是感觉良好 干了吗 干了 就干的了了 主要是中午没吃饱 所以晚上稍微多吃一点 这几样东西才算是名副其实的 网友说的喷射套餐 塔斯丁我一直都觉得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吃汉堡都是享受的过程 我先来个薯条好吧 这薯条到手说说 稍微微有那么一点点软 来吧 网友所说 就是说塔斯丁里面有那种发霉的土豆 目前没发现 这谁说的 说塔里面会有问题 怎么可能 拿着看你这个 我这肯定没问题 我都说了 网友塔斯丁带纸 带纸 来啦 这个是藤椒鸡腿宝 跟中午的不一样 实话实说 晚上的生菜比中午的要稍微的干净那么一点 我这个生菜兄弟们 生菜明显吃的很脆爽 你知道吗 就清甜 中午那个就根本就感觉不到那个生菜的那种存在 这个其实还挺新鲜的 这中午的那个明显一看就知道 你看两个差别都不一样 你知道吧 我觉得不好吃 但我这个肉啊 这有点黑你知道吧 可能炸了一片啊 这个油稍微黑了一点 整体吃的我个人觉得 这藤椒的会比那个香辣鸡腿宝要稍微好吃那么一点点 有点麻麻的感觉 这个肉感觉就比中午的大一点 干嘛 很爽 好 看饱没了啊 然后再尝尝这个吧 这是他们家出的香辣鸡腿啊 我干 听听吧 我这里面是这样的 我咬了一口啊 差点火候吧 这里面还在血色呢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剂啊 估计就剂了嘛 不知道会不会剂咱们也吃 好吧 就这个意思 你们看啊 这里面我都已经成血色了兄弟们 咱们吃的是香的就是 是啊 没问题 吃的是香的 没事 我觉得这个酥饼 我感觉 它吃的就有点脆皮 挖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很酥 这样看其实里面肉是熟的 别舔的骨头 舔的骨头估计要剂 我自己可以 玩的就是真实 就按正常我们平时吃啥鸡的那种 都这样的啊 啊 说干净 好 没有啊 好咱吃了差不多了 咱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哈 那到底呢会不会喷呢 只有等到明天早上 或者说半夜的时候才知道 我希望它没有啊 这没有应该是最好的 其实整体吃下来 我感觉 除了一个箱子 就没有其他的话要说 呃 兄弟们 我没有船